引誦,27年世睞 徐菩提,在在處處 要有此精,一切世間天音然瘦了 坐營共養 當至此處再為事堂 慈恭敬,坐立圍繞 一株花香而散其处 这个第二段 三十 日三十 舍横河沙生命不死 这是第二颗 这一颗里边分两颗 第一颗明舍生命 第二颗是称叹劝修 第二颗里边又分四颗 第一颗是赞叹般若法门的不可思议 就是依要言之事经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无边功德 这是赞叹法 如来为法大圣者说 为法最上圣者说 要言能受持都送广文 如来喜之思义喜见思义 接着成就不可量不可称呼有边 不可思议功德 如是尹等 在外何大如来 勞多了三百三不提 何一顾 徐佩提要小法者 赵偶见 仁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在于此今不能听受 读书 这种未因结束 这是第二颗是赞叹淫 赞叹学习伯尔法门的淫 第不可思议 虚伯提再来出书 要指定这以下是第三颗 重叹法 前边第一颗是赞叹了法 这里又再赞叹了法门的功德殊胜 虚伯提再再出出 佛先招呼虚伯提尊者 在此处 在彼处 就是一切处 要有此今 如果在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一切的地方 有此金刚 波罗密经的弘扬 一切世界天阴阿修罗 所应供养 这个地点 一切世界天阴阿修罗 都应该供养 供敬 当之此处 在为是他 应该知道 金刚 波罗密所在之处 就等于是佛塔 所在之处 因为人对于塔 是非常尊重 恭敬 赞叹品 所以以此为例 所以也应该 恭敬 尊重 赞叹 金刚 波罗密所在之处 所以 结印恭敬 坐里围绕 这个地方 一株花香 而散其处 用花 用香 散在这个地方 表达你的恭敬 尊重赞叹的 前面 也曾经有 类似的 这个文 好 就是 福尺虚如提 谁说是经 乃至是居记等 当之此处 一切是间天阴阿修罗 皆因供养 如佛塔庙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有点 类似那样子 但是这里说的详细了 比前面说的广 这就有广略之意 好 福尺虚不提 善男子善女言 受持读诵此经 要为人清见 是因现世罪业 应多恶当 欲经是因清见故 现世罪业 再为消灭 当得阿多罗三妙三不提 这是第四课 从探人 又在 又在 赞探 学习不如法门的人的殊胜 福尺虚不提 善男子善女言 受持读诵此经 他能够学习 金刚不如法门 受持读诵 正义念 要为人清见 学习不如法门 功德无量无边 应该得到 人的尊重赞叹 才是对的 但是也有一些 不是这样子 要为人清见 被人家清视 毁卢了 那是怎么会事情呢 你说是学习不如法门 特别殊胜 功德无边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这是要不要加以解释 事人 先是罪业 应多恶当 所以这个学习不如法门的人呢 他前一次他造过罪 做过恶事 做恶事 那个恶事的业力 应堕恶道 他应该堕落到三个道去受苦才是对的 应该是这样子 一斤四眼清见故 现实也再会消灭 因为你学习般若经了 你的功德力 将以前所造的罪转重为轻 不是那么严重了 那么转重为轻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现在是 有人轻视你 回虏你 或者是你有病 你有些苦恼的事情 就这样受一点苦呢 现实罪业再会消灭 过去世的罪 应该堕落三个道 现在不堕落三个道了 在眼间受一点苦 这个罪就消灭了 所以这还是一个好事 所以你不要疑惑 不要因为这件事 因为学习般若法门没有功德了 不是这样意思 当得奥多罗三秒三不提 灭除了三个道的罪业 而且不止于此 你还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力 所以学习般若的功德 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 做善有善报 做恶有恶报这件事 在这个阿皮达默 基论上说你 有五种差别 第一个 你造罪的时候 你本人不愿意做 没有这种意 做这种罪 但是上面有命令 你不可以违抗 你造罪了 这是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 是你的好朋友 非常有感情 劝你去做这件事 因为感情好 你也不能违背它 你也去造这件事 但你心里面不欢喜做 这是第二种情形 第三种情形 你造罪的时候 心里糊涂糊涂的 糊涂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也造罪了 这三种情形 造的罪 你不一定受果报 但是也是有罪 这个罪业 不是决定去受果报的 这样的罪业 我们受识读送 般若的无相法门 你能够修无恶观 修识念处 这个罪就是消灭了 就是完全没有了 但是另外有两种情形 特别了 就是我们的根本执照 我们自己 我有贪心 我有称心 我主动地去做这件 罪过的事情 不是别人请你 也不是别人命令你 你自己明明白白地 因贪而造罪 因愤怒而造罪 你这样 你造了这个罪 这个是决定要受果报的 这是一种 这是第三种 这个第四种 是颠倒分别 就是错误的分别 错误的分别 是什么事情的 我小时候读书 我看见一件事 就是我们中国 总是很恭敬尊重孔夫子 孔庙 到孔夫子的纪念日 很多人杀猪宅羊来 供养孔夫子 这件事 你也是用欢喜心 做这件事的 这也是有罪 你因为对孔夫子 有恭敬心 但是你杀了 造了这个杀业 你决定要受果报 这也是要受果报的 这就是定业了 这个定业受果报的时候 那时候啊 我们要能够受持 独中般若净的时候 可以转重为轻 能转变 就是不到三个道去了 在阴间受一点苦 这件事就结束了 是这样的意思 造罪是这样 做功德也是 做功德的时候 比如说你不愿意做 别人命令你去做 或者感情上的呀 不能够啊 不能不得已也去做一点善事 或者对于做善事这件事 心里还不是太明白 但是你也是做了 比如说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领导者 你的部署啊 造了很多罪 夹借你的名义 造了很多的事情 造了很多罪 你有得担忍的 你自己实在还不大 知道这件事 这也是 做功德也是这样子 这功德也可能得果报 也可能不得果报 但是有功德 要是你自己明明白白的 很欢喜的去做功德 这件功德做成功了 你决定要受果报 说是阴间的果报 或者天上的果报 也是决定的 这个做功德是这样子 造罪是这样子 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在经论上 也有的地方说 你造了罪 就非受果报 不可 不可能是 不受果报 佛菩萨虽然有不可思议的神童道力 无可奈何 这次业力要成熟了 佛菩萨虽然有不可奈何 就是要去受果报 这是一种 其次这个众生 他要去造罪的时候 佛菩萨没有办法障碍他 不要造罪 不能障碍 他还是要造罪 造了罪以后 这个罪业成熟 要去得果报 佛菩萨虽然有不可奈何 也就是要去受果报 佛对一切众生 很多很多的事情 佛有自在力 但是这件事 佛没有自在力 就是这样子 但是要是这一个众生 他不是佛教徒 那当然佛菩萨虽然对他 也是慈悲爱护 是无可奈何 但是他要来到佛法里边来 他能够学习般若法 那佛菩萨就能够转变一下 能够帮助你转变 可以转重为轻 说完全不是不受我 那就是不容易 完全不受不容易 图菩萨你特别的 你特别的有波尔波罗密的力量 这个完全不受这句话 应该怎么解释呢 你比如说我们 昨天是前天讲这个 引辱先言这件事 这个用刀剑 这种武器来伤害他的生命 那么要在圣音来说你 对于这件事 受而不受 我们右眼看着他也是有病 或者有重病 或是被刀杀 刀杀 很多的苦恼 但是在圣人的心情 在阿罗汉的人的心情上说你 这都是等于是无所有的 是平等的 他心里能不受 能不受一切法 那么这就是不应受 受就是没受 应该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们看这个阿罗汉 像穆监连准者 被这个目占外道 把他打的都打扁了 把这个头身体完全打扁了 要是反复当然就是死掉了 但是在他来说 他还能恢复原状 可以在路上走 也可以起死 可以说话 完全正常 这就是圣人的境界 不可思议 能不受一切法 能有这种境界 所以佛教徒啊 过去是造了什么样的罪 来到佛法里边来 你要能够努力地学习佛法 你会有这样的幸运 不是佛教徒就不行 不是佛教徒就不知道这件事 或者是初开始来到佛教 对佛法不是那么多的意识 你办不到这些事情 你还没有受识读诵 《金刚般若经》 那当然这个事情不行 在这个《金刚经》的《慈宴记》上 也有一件事 有一个姓田的 这在唐朝 叫田参军 参军是军队里面的官的名字 现在好像也有这种名字 可能也不是个小官 这个人欢喜打猎 到山里面去打猎 但是他每天也读《金刚经》 读的 读了很多年了 这一天会员间就死掉了 死掉了呢 但是家里人看他呀 好像身体还是温暖的 好像还有气是这么的 就是没能够把他送走 还是在那里保护他 他过了不是很久 就苏醒过来 苏醒过来 家里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我 就是看见有人来 就给我带走了 带到一个地方 有一个人好像是王 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还有些办事的人 就是 同时还有十几个人 大家在一起 在一起就是 这个王就审问这些人 他都是造罪 造了很多罪 然后那些办事的人 就叫他把嘴绽开 你把嘴绽开 咱们那个办事的人呢 就给他一粒药丸 偷到嘴里面 会员间身体就起活了 起活了就是严少啊 就把身体完全少没有了 又会员间又恢复到成严形 有这样的事情 那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后来就是 就到了这个田参军 就该他的伴了 一审问他 周围有很多的禽兽 通他要命 这禽兽会说话 通他要命 这个王说 你看你杀了这么多禽兽 这个禽兽通你要命 你把嘴绽开 他只好绽开了 这个做事的也弄一个药丸 投到嘴里面 但是不起活 要再投 连续投了三个玩儿 他说不起活 我这个王说 你这个人奇怪 不起活 你做了什么功德的事情了 他说我每天读经啊经 读了多少 我读了两千多部了 因为一天读一部 那么要两千多部要读多少年 所以说怪不得你 你都不起活 原来有这样子 很好 那么这样子 你还可以延长十五年的寿命 你继续读经啊经好了 就把它放回来了 那么他自己也说这件事 那么这件事出在唐朝 在唐朝的时候 另外有一件事 这个人可能是姓虚 叫虚奇 这个人也是唐朝的 是一个家里面很富有的 有很多财富的 很多财富 那么这个财有很多的财富 也就是有问题 有一百多个土匪到他家来 夺他的财富 到他家呢 他就把他绑起来了 绑在这个柱子上啊 用箭从他要钱 他不给人家就用箭射他 那么他心里想啊 是金刚不坏身金如之河 今天怎么样呢 他说了这句话的时候 就看虚空里面有佛出现 放光里 而这些土匪啊 就是向他射箭的 一百多个人就是一百只箭射他 没有一个箭射到他身上去 也并不是距离很远嘛 都射不到 射不射的土匪就感觉到奇怪啊 你有什么特别 你有什么术 他说没有 我就是每天念金刚经 这些土匪也受到感动 不敢抢他的东西都跑了 这是说啊 这个念金刚经啊 受持独送金刚经有这样大的功德 所以的确是 我们应该努力地啊 受持金刚经 能够现实罪业 再为消灭 当得奥堕落三秒三不定 去不定 而念过去无量而生其解 语言当佛前得知八百四千万一 诺友托诸佛 这是第三大课 第三大课 第一课是三千世界起宝布斯 那是第一课 第二课 第一课 就是三千世界起宝布斯 亨和沙 亨和沙世界起宝布斯 这两课合为一课 这是第一课 第二课呢 就是亨和沙生命布斯 日三十亨和沙生命布斯 这两课合为一课 就是内身的布斯 前面是外财 第二课是内身 现在是第三课 举释迦牟尼佛 往音过去是行菩萨道的时候 所作的功德 来较量 学习博人法门的功德的殊胜 这意思 这意思 徐伯提 《大乘经论》里面说 都是三大阿胜七节的无上菩提 这是无量阿胜七节 应该是指小节数 一争一解就是一个小节数 与严登佛前 严登佛是第二阿胜七节满 第三阿胜七节开始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就是释迦牟尼佛 这个时候 得无声法门了 现在是在严登佛之前 无量阿胜七节 得知八百四千万亿 奴友托诸佛 遇见了这么多的佛 西街供养成事 悟空过者 遇见这么多的佛 每一位佛 他都是供养 香花养思 世事供养 成事 就是随顺佛的意思 为佛办事 而且也 听佛说法 也摘悲善根 这些事情 悟空过者 没有一位佛 他不摘悲善根 要夫有言于后莫失 能受识读诵诗经 所得功德 要是再有言 于后莫失 不是佛在世 就是后五百岁以后的时候 能受识读诵诵诗经 刚波尔经 他所成就的功德 与我所供养诸佛的功德 来对比的话 百分不一 我这个后世 受识读诵经 刚经的功德 分成一百分 那么 释迦佛以前供养那么多佛的功德 不计 学习经 刚波尔经 百分之一的功德殊胜 所以 或者那么说 就是供佛的功德 成百 再讲 成上一百 成上一百来成他这个数 还不如 受识经刚经 这一分的功德 多 千万亿分 乃至涮肉皮 说不定 也还是不如 所以把受识经 刚波尔波罗密经 的功德 分成千万亿分 那么 释迦佛经 佛过去是供养诸佛的功德 也不计其千万亿分之一 乃至用算术 用评语 都是没有学习 金刚波尔经的功德殊胜 这个事情究竟什么道理 供佛的功德 这应该是说 一个修福 一个修慧 修福 你供养佛 这是一种修福的事情 福这件事 能帮助我们得圣道 它直接不能得圣道 得圣道的是谁 是波尔的智慧 你要学习波尔波罗密的智慧 有智慧才能证悟 诸法如 才能证悟 证悟这个第一地 你有福不能证悟 这个福它没这个功能 它不能证悟 所以虽然是很多很多很多 也没这种功能 你非要学习波尔波罗密的智慧 才能得圣道的 我们从这里 应该搅悟到 我们也应该修福 但是修智慧是非常重要 应该是这么说 所以你要用功修行的时候 你静坐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修行 你一定需要修匹不舍诺 匹不舍诺的智慧 能证悟诸法实相 得阿多了三个圣不敌 如果你只是修圣摩托的智 我能够反文自信 看我的这个本脚 看我的这个一念心 灵明赞继 你只是看这个心 这是智 这是圣摩托的智 叫这一念心 叫他寄静住 明静耳住 不要昏尘 不要妄想 这只是指 圣摩托的指 没有智慧 没有波尔波罗密的智慧 说是他有明了心 那不是智慧 不是 那不是智慧 我们不要说修行音 就是非佛教徒 他的心 也是本教 也是明明了了的嘛 他也有明了心嘛 但是那不是智慧 那是那个心 本来就是有明了心 那就是你的本心是这样 我有个法常法师 法常法师 是跟马祖学禅 然后到一个地方 在梅子山 在那里 自己住毛棚 用功修行 修行好 用修行 从马祖就派人去 去看烟他一下 就去 看一看他 看他的程度怎么样 这个我又禅师 到了法常法那里问他 说是你现在怎么 用功修行啊 说我以前在马大师那里 学习 他告诉我 既心是佛 我就这么修行 说今天马大师说 非心非佛了 你以前听法 这个马祖说是 既心是佛 今天马祖不这么说了 说非心非佛 非佛 那么这时候 这个法常法师说 我只管既心是佛 那么这时候 这位禅师就回来 就报告马祖 说你叫我去看验他 去检查检查他 是这样子 他的经验是这样子 那么这马祖说 梅子俗也 就是承认他成功的 是这个话 当然这个事情 我们不能够这么制造这个文字 不能制造这个文字的 可是另外有一件事 这两位禅师 就是两人走路 走路的时候 大家就讨论佛法 就说 这是 这是我们心里面 要没有佛 就没有生死 心里面要没有佛 就没有生死 另外一位禅师说 要有生 我们心要是佛的话 既心是佛的话 就不应该密于生死 这话也有道理 有道理 如果说你的本心就是佛 那么众生都本心都是佛吗 为什么在生死流转生死 迷迷颠倒迷惑你 这一个禅师是这样的见解 另外一个禅师的见解 心里面要不是佛 就没有生死 因为是佛 所以有生死 这两人的意见 就是不一致 不一致 那么就去 就是 在走路上 看见从山上流下来水 水里面有菜叶 有菜叶 这一定是山里面有人住 那么这两位菜师 就顺这个路 就走到里面去 一看去拜见 就是法常禅师 那么他两个人 就把不同的意见 向法常禅师报告 请他开示 法常禅师说 明日来 你提出这个问题 明天再来 我不再讨论 那么第二天 就是 这位 有一位菜师 就来请问了 我说 是 亲者不问 是问者不亲 就是这一句话来 这个话的意思 应该说 这个亲 亲近的亲 父亲母亲的亲 亲者不问 问者不亲 就是遇到 或者说 遇到相接近的人 或者说 搅悟了的人 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 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 表示这个人还没有明白 他还没有悟到 还没有开悟 就这样子说 就这样子把这个问题 就结束了 我不知道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怎么样来思维这件事 但是我们要读这个 大般若经 六百卷的大般若经 或者是三十卷的 摩河伯尔波罗密经上说 他不说祭新是佛 不是这么讲 他说得一切种子明知为佛 是这样讲 这样讲就是没有这个问题了 就是你要是得了一切种子 这个佛 就不会在生死里流转 也不会迷于生死里 要在这一段文来看 就是 释迦摩尼佛 在 严能佛之前 遇见这么多的佛 供养 供敬 尊重赞叹 无空过者 但是这个功德 都不如学习《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的功德大 原因在什么呢 就是你修福啊 福不能证悟 无上不低 要有般若的智慧 般若智慧从哪里来呢 就是由受之读诵 正义念《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这样你才能逐渐地引发出来 无漏地 无分别地 清净的智慧 这个智慧出现了呢 就交了诸法如 使命为佛 应该是谁 所以啊 这个福不如慧 福的慧德力是很大 但是不如智慧的功德大 这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我们佛法是无量无边的 也不是一天就毕业了 也慢慢学习 徐不提 要有善男子善女人 于后莫是有受之读诵此经 所得功德 而要据说者 或有阴闻心在狂乱 忽义不信 徐不提当然是经义不可思议 果报已不可思议 这一段是结束前面的这一段 结叹难死 前边一共是三段 就是外死 三千世界起宝的布施 恒河沙恒沙世界起宝布施 这是外死 后来内生生命的布施 这是两段 现在举佛是王羲 供养诸佛的功德来较量 这是第三段 这个是较量功德 这是现在最后一段 接叹难死 徐不提要善男子善女 于后莫是有受之读诵此经 于后莫是 就是像法时代 末法时代 这个时候有受之读诵 这是词经的所得到的功德 我要据说 如果我是全面地把它宣说出来 或有阴文心灾狂乱 无意义不信 他的心就会发狂了 精神就不正常了 他要不相信 或者加以毁谤 可能就因此而就是心里面狂 就是不正常了 或者是今生 因为不相信金刚波尔波罗密经 而又能够 而有些 或者是毁谤 来生招感了神经病 所以现在狂乱 或者今生他能够忽义不信 不相信这个波尔法门的不实义功德 所以我就不必 我只是大要地说 波尔波罗密的功德殊胜 不能全面地去讲了 这个意思 徐伯提当的是精义不可思议 果报亦不可思议 这是最后一句 结束 这个功德为神们不可思议 就是因为金刚波尔波罗密经 无恶相无法相 这个地方是黎明言相的 是不可思议的 是果报亦不可思议 你能学习金刚波尔的无相义 你将来得的果报就是不可思议 不是你能想上来那样子 所以我们应该发心 学习金刚波尔波罗密经的义 但是金刚波尔波罗密经的义 应该说容易学习 说容易也可以 说难也可以 因为金刚波尔波罗密经的注解太多了 这个人这样子 那个人那样子 究竟谁说的对呢 我出我的意见什么呢 你要学习大致的论 然后你就会通达 金刚波尔波罗密经的义 应该是正确的 如果是光看这些人的注解 也有帮助 但是你可能会更多的疑惑 不知道谁说的对 儿师徐佩提 白佛言 师尊 善男子善女 发多了善半善不提心 云和应助 云和相辅其心 这是第二段 福主未成出菩萨 方便 我们从头前说 这个正中分呢 就是分两大段 第一段是开显 无违法 圣意地下 第二段 正观有违法 事须地下 这个正中分分这么两大段 第一段呢 开显 开显 无违法 圣意地下 分两大段 第一段呢 就是摄受 已成熟菩萨方便 第二段呢 福主未成熟菩萨方便 现在就是第二段 第一段呢 摄受 已成熟菩萨方便 这个摄受 实在就是接引 也可以说是教导 佛教导 善根 无违法 无违法 已成熟菩萨方便 方便 第一地是黎明眼相 但是佛善巧方便呢 安利种种明眼 才开示我们 这叫做方便 在这一颗里边呢 就是分三大颗 摄受 已成熟菩萨方便 分三大颗 第一颗 就是说这个菩萨体 菩萨体里面有怨行果 那三颗 加起来就是菩萨体 第二颗是 就是信授门 信授 波尔波罗密法门的人 这一段 好信授 第三颗就是功德门 就是江才说的 功德门呢 就是分三大颗 就是江才说过 三千世界七宝布施 这是第一颗 加上这个 恒河沙树 恒沙树 三千大颗世界七宝布施 这两颗算是第一颗 第二颗就是内身的布施 恒沙生命布施 日三十恒沙生命布施 合起来算是第二颗 第三颗是江才讲过的 与释迦牟尼佛 过去是供养无量佛的功德 来较量学习般若功德的殊胜 这是三颗 就是般若体门 信授门 功德门 这三门合起来 就是摄受已成熟菩萨方便 这一颗讲完了 这以下就是第二颗 福主未成熟菩萨方便 福主也可以说这是教导 教导无漏的善根还没有栽培成熟 佛为他宣说 波尔波罗密的法门 就是这以下这一段 这里边有什么不同呢 前面是广说 佛为已成熟 善根已成熟的不是广说 这以下是略说 有广料的不同 这是第一 第二 以成熟菩萨方便是立根因 未成熟菩萨方便是顿根因 佛为顿根因 所以下面这一大段 就是有这样的不同 去菩提 白佛言 世尊 善男子善女 发多罗善美善不提心 云和英诸 云和相不提心 这和前文一样 就是 徐菩提尊者再问 因为佛前面那一大段 为立根菩萨说 波尔波罗密说完了 为顿根菩萨还没说 所以徐菩提尊者再请问 这两种菩萨 都是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 佛为也是这样问 善男子发了无上菩提心 云和英诸 云和相互进心 这样发心 在前面那一段 我们曾经说过 初开始就是发世虚菩提心 发世虚菩提心 就是他没得无上菩提心 没得无上菩提心 心里面有所执着 但是内心里面 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佛法 他内心里面真诚地有这样的愿力 建立起来 就是发了世虚菩提心 云和英诸 云和相互进心 这前面我讲过了 这里不再说 佛告 徐菩提 善男子善女人 发多了善妙三菩提心 发了这个愿 就是当生如是心 这当生如是心 这下面佛回答 佛回答的文 和前面也是一样 但是有点略 不像前面说的那么多 就略 善男子善女人 发多了善妙三菩提心 发了这个愿 发了这个愿以后 他这个愿应该怎么发呢 当生如是心 他应该这样建立他的愿 就是我应灭度一切众生 我应该发大悲心 对一切众生 在生死苦海里面沉默 沉默在生死苦海里面很苦 我应该发慈悲心 发同情心 用无余涅槃来灭度这一切众生 使命他们灭出生死大苦 能得到清净安乐自在的涅槃 应该这样子 他就发这个愿 这个 额应灭度一切众生 这一切众生 也就是包括前面的广大心了 灭度一切众生 你发这个心 那就是大广大的慈悲心 灭度就是以乌云涅槃而灭度子 这是第一心 就是最殊胜的功德 利益一切众生 灭度这句话 消除一切烦恼 叫做灭 超越生死叫做度 烦恼是生死的因 烦恼是生死的因 生死是烦恼的果 就是超越了生死的因果 到达了无余涅槃的境界 那么就叫做灭度 我应该做这种事 用佛法来利益一切众生 这前面是广大 广大心和第一心 殊胜的利益 利益一切众生 灭度一切众生已 而无有众生使灭度者 这底下就是 藏心和不颠倒心 灭度一切众生 不是一朝一夕能做的 是长时期的度化众生 才能做到这一点 灭度一切众生已 而无有一众生真实地灭度了 这个意思我们前面也讲过了 就是知道一切众生都是无所有的 本来是无所有的 现在的恢复无所有的境界 要说是已经有真实有众生 而后入无余涅槃要这样做 如果你的思想是这样的 有众生 而后把这众生叫它灭度了 在大致论上说出一句话 如果你的思想是这样的话 你犯杀戒 你把这个众生杀死了 你要知道有众生 而把这个众生 让它得涅槃的话 犯杀戒 所以现在这个众生没有犯杀戒 他知道一切众本来是无所有的 谁说想言是必尽空 恶不可得 虽然形式不可得 本来是不可得的 所以现在恢复到这个无所有不可得的境界 所以不犯杀戒 只是这样的意思 智子大师说 知众生如 有何可灭 知道一些众生都是如法如意 哪有众生可度的 是这个意思 何一顾 要菩萨有恶相 言相众生相 受者相 再非菩萨 前边说 所度化的众生 是寂灭相 是无所有的 现在以下加以解释 加以解释是通于能所的 通于能度的菩萨 通于所度的众生 怎么说灭度一切众生 而没有众生灭度 要菩萨有恶相 言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再非以菩萨 要是你的思想 你执着众生是有恶的 众生啊 所说想言时 是有老病死 是有生有灭 可以破坏的 但是在那个老病死里面 有个不老病死 常行住的真实的体性的恶 你要是这样执着的话 你再非以菩萨 那就不是啊 发无上菩提心 体悟诸法如的菩萨了 你就是生死凡复了 你就不是菩萨了 这样子是不能度众生的 因为真实有不能转变的 是不能转化的 所以要菩萨有恶相 言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才会菩萨 要是菩萨观察自己 是有恶 观察自己 自己受者相应时里面有个恶 众生也是有恶相的 那么众生是我度化的 我是能度化的 你要有这样执着 既非以菩萨 你就不是菩萨 所以我们呢 我们要不学习佛法 当然就是凡夫的这个思想 就是 这个是我的归御徒弟 这个是我 都是我我我 都是这样子 就是有能也有所 就是这样执着 现在要学习佛法 之后不是这么回事 无有欲众生是灭度 关一切众生都是毕竟空地 不是自己本身也是毕竟空地 这里无恶恶恶恶恶 都是寂灭下 不执着恶索 不知道这件事 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就没有这些烦恼 就没有这些烦恼 所以这个军事和我来往几天 又从那个法师去来往 从那个法师过了一个时 又到那个地方去了 出家的法师应该消息 拨尔波罗密法门 不应该在这里有什么分别 不应该做种种分别 如果做种种分别的话 这是我的嘛 你怎么可以拉我的护法呢 你要这样说 再非一谱尚 要不是有恶像 再非一谱尚 而在家居士 也和出家人差不多 出家的法师也是一样 我今天在这里学一学 我也可以到那里去学一学 我在这里学一个事情 到另外一个法师那去 这也是对的嘛 法华经发文品前面说 释迦牟尼佛过去 亲近无量诸佛 我亲近这位佛以后 又去亲近那位佛 也是对的 出家的法师 出出家的时候也应该这样做 在家居士也应该这样做 在家居士也好 出家的法师也好 不应该在这地方说是 起这些违背佛法的虚幻分别 不应该这样 如果你要学习了金刚经 其实其他的经论也是一样 华严经也好 我现在又有分别心了 我们说一件事 卢沟桥事变以后 就是七七事变以后 九亿八 日本人秦了东北 在东北成立一个满洲国 在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以后 日本人正式秦了中国 东北也是中国了 这个时候以后 很快地就把北京占领了 占领这时候有什么事情呢 有一个周初家军师 你知道 他是北京大学教授 他这个时候 日本来了以后 他不做大小教授了 他把他的家里面的产业部 拿过来 办了两个佛学院 一个男重佛学院 一个女重佛学院 办了佛学院的时候 就请好的老师来教授 做老师 而他自己也在里面做老师 而佛学院里面 多数是初家演 多数是初家演 那么他上课之前 他怎么定的呢 他先给这些法师磕头 给这些法师磕头 磕完头再讲课 这个法师 这个周初家的剧 这个人这样子 我听说他在哪里 建的出现一座磕头 他不分别这个人是大德 是小德 有名无名 不分别这个人 建的出现就磕头 但是我没有看见这个人 但是我读过他的书 他有著作 我感觉这件事 很不简单 很不简单 我想我们就是初家演的 也应该在这个地方有警角 究竟是什么回事 应该有警角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 金刚波尔波罗密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应该做如是观 如果你不学习波尔波罗密 你把眼睛闭上 坐在那里等着开悟 你不知道这件事 我因为你不会知道这件事 灾飞菩萨 所以者和 因为神门是这样子 虚不得 十无有法 发奥多禄三妙三妇的心 这等于是 释迦牟尼佛劝我们 你要相信这句话 这个菩萨 发了无善菩萨的心的菩萨 他要积极地努力 学习佛法的 要更努力地学习佛法 说你是菩萨了 发了无善菩萨的心 发了大悲心 要广度众生 你用什么要广度众生 用佛法度化众生 不是用世间法度化众生 用世间还有你去度吗 他自己也去会学的 那么你就得要积极地 要学习佛法的 要学习佛法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是 十无重 十无有法 发奥多禄三妙三妙的心 就是观察自己 舍受想行事 就是这五样东西 组成了我们的生命 言而彼此身意 就这样组成我们的身体 一切众生也是这样子 那菩萨观察舍 地水火风是自信空 无所有 受想行事也是自信空 无恶无恶说 言而彼此身意 也是自信空 所以观察这一切法 都是不可得 都是无所有 十无有法 真实告诉你 没有一法有真实性 他能发无上菩提心的 也这回事 所以是真实发无上菩提心的人 无法奥多禄三妙三菩提者 谁发多了三百三妙的心 密之了不可得 是这么回事 说我不可得 恶说也不可得 你去为众生讲佛法 众生也不可得 佛法也不可得 立一切相 又是不受一切法 是这么回事 这就是菩萨行菩萨道 是在这个境界里面 行菩萨道 是这样子 所以十无有法 法奥多禄三妙三菩提心 所以这个段文 这就是法奥多禄三妙三菩提心 四明法奥多禄三妙三菩提心 是这样子 但是在四须地假名字也可以说 这个是菩萨 这是徐德华 这是师徐德华 阿诺哈 阿诺哈 我得了徐德华 在四须地也可以这么说 我得师徐德华 我得徐德华 斯徐德华 阿诺哈 阿诺哈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实质上这一切法都是无知性的 都是毕竟空的 谁得师徐德华了 谁得阿诺哈了 谁发奥多禄三妙三菩提心的 这是不可得的 假名字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菩萨呢 假名字 名字今天是假的 但也不能制造真实有恶的 不能制造真实有一切法可得的 你能够做如是观的时候 你就时常地能够不起烦恼 因为在吴索德那个地方 没有烦恼生起的原因 要是你至少有蛇受险 是有眼耳鼻似身 有蛇神相会处法 有我有此这样的 你的贪神是就出来了 贪神是就出来了 所以一定是菩萨在这里面 深入诸法事项 常常要做如是观的 不是说事情来了做如是观 事情来了做如是观来不及的 你就是要先居进处 这样学习 你修如是观 修舍磨陀 修屁不舍诺 做如是观 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外面的境界怎么样变动 不能影响你的正念 你的正念能立得住 无论这个境界怎么样的 令你满意 怎么样的来苦恼你 你的正念能立得住 如果你没能消到这个程度 你能行菩萨道 我看不可能的 在书本上 十五有法 发到了三百三百地 等到境界来了的时候 我怎么可以回路我 这样怎么行的 那你的正念维持不住的 正念维持不住 你的菩萨道就是退了 就成败坏菩萨道 不是真实菩萨道 所以一定 出家人发无上不得也 行菩萨道也好 在家居日发无上不得也 行菩萨道也好 你一定要拿出时间 自己用功修行 你要训练自己 把自己的程度提高了 最低限度能调拂烦恼 这个境界的风要来来的时候 你心不动 虽然不是圣灵 但是要达到这个程度 你可以行菩萨道 不然你这不知道 你行不来的 所以 十五有法 发发多了三妙三不得心 所以这一段文呢 就是开示我们 云和应住云和相不及 应如是住 应如是相不及心 就是用菩萨波拉密 来保护你的无上不得心 如果有希望分别心 如果有希望分别心 现前的时候 应该用菩萨来调伏 调伏你的希望分别心 让它恢复清静 就这样子 下边这个文就是引证 初开始学习佛法 你就这样学习 下面就是说 徐伯提云一云和 如来语言当佛说 有法得多了三妙三不得法 就是 引释迦牟尼佛 以前行菩萨道的时候 也是这样学习的 不是我叫你这样做 释迦牟尼佛自己说 我以前也是这样学的 所以你现在发多了三妙三不得心 也应该这样学习 就是大家都是同学 这个意思 徐伯提云一云和 如来语言当佛说 释迦如来在没有成佛的时候 在言当佛的那个地方 有法得多了三妙三不得法 就是 说我得到智慧了 我得到智慧 我这个智慧也能证无主法十相了 是这样子吗 这个得多了三妙三不得法 有两种不同 一种是究竟圆满的无上菩提 那就是佛 三大阿生七节功德圆满了的福 得多了三妙三不得 这是一种 第二个就是一部分的 证无了诸法如 圆满了证无诸法如 那就是无上菩提 是一部分的证无诸法如的 也名为得多了三妙三不得 这就是初得无声发言的时候 也就名为得多了三妙三不得 是这样意思 现在这就是天台中说的愤证 愤证即佛 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有法得阿多罗三不得法 就是比如说是诸法如 这个诸法如是你所教悟的 所以教悟这个诸法如 就是你要有无分别的智慧 无分别智慧 能够正能气会这个诸法如 诸法如 如果你这位菩萨 因为我得到清净根本的无分别资料 我教诸法如了 是这样子吗 菩萨是这样子吗 就是福也是尊 这个佛提出这个问题 问徐伯提 徐伯提说不是的 不是这样 如果解波所说 所以佛与言等 佛说无有法得阿多罗三不得 这个意思就是前面解释过 如我的程度 去推测佛所说的道理 佛与言等佛说得无声发言的时候 无有法得阿多罗三不得 成就了那个清净的无分别智 那无分别智是不可得的 也是因而有的 也是自信空的 观察那个智慧是毕竟空机的 智慧也不可得 所证悟的诸法如 诸法如也是不可得 所以无有法得阿多罗三不得 如果他直到我呢 那就是错误了 佛言如是如是地 佛应可大的话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徐伯提 师父有法如来大 得阿多罗三不得 是这样 就是菩萨他从温世修得无声发言的时候 他也观察 他反观 反温 温自行 反过来观察这个 教诸法如的智慧 是不可得 也是不可得的 那么智慧不可得 说教诸法如也是不可得 令心里面 不受一切法 这个不受也包括这个意思的 师父有法如来 得阿多罗三不得 徐伯提 要有法如来 得阿多罗三不得 也能不再不愚可受 徐伯提 佛有招徐伯提 要有法如来 得阿多罗三不得 要是直到 我成就什么什么 智慧了 我能只教诸法如了 你要这样直到 严能佛再不愚可受计 就不说 如于来自当地做佛 好释迦摩 你就不会这样 因为你这样子 你不够程度 你是一般的凡夫 一般的凡夫 怎么能成佛呢 不行的 所以不说你将来成佛了 以实物有法 得阿多罗三不得 师父严能佛 愚可受计 因为那个 就是释迦菩萨 那个如同菩萨 他当时得 得无声法言的时候 他观察 无有法得阿多罗三不得 智慧也不可得 诸法如也是不可得的 这样子 他不受一切法 心里面的一切虚妄分别 这时候才能 与诸法如相应的 事故严能佛 与我受计 做事严如于来世 当然就不好使 要问你 还这样 才跟你 才说你 将来会成佛 因为你这样子 才与诸法如相应 因为你 离一切虚妄分别 与诸法如相应 相应了 当然这是一部分的 不是那么 像佛那么圆满 虽然是一部分的成就了 他也一定继续向前进 究竟有一天 究竟圆满了 所以与诸法如相应 所以与诸法如相应 你将来会得成 会成佛道 圆满无上不体 佛的号的名字 叫释迦摩尼 释迦摩尼 在六百卷的大般若经上 宣战法是翻个能计 翻到中国话 翻个能计 释迦翻个能 摩尼翻个计 计灭的计 这个能计 为什么因缘叫能计 我们知道吧 我想也说一说也好 这个 有两个原因 叫这个名字 第一个原因 就是 喜达多太子降生的时候 就是摩尔夫人 在兰片尼园降生了 对不对 这个喜达多太子降生了 降生就不到 他父母娘家去了 坐车就回到 家庇罗维城 回来 回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境界 原来这个城里边 这些小孩子很吵闹 声音很多很多的 但是喜达多太子一入城的时候 城里边都是寂静的 小孩子都不闹了 都不出声了 所以 静泛王说是 哦 静泛王是又赶着到这里 就赶着能计 他能够寂静一切的声音 所以 静泛王从这里 为他起来 叫能计 这是一个因缘 第二个因缘 就是喜达多太子出家了 喜达多太子出家 我们中国汉川佛教 多数因为是19岁出家 当然印度是有这个说法 但是从各方面去看 是29岁出家 这个数 这个说法说的比较多 占多数 是 释迦摩尼 喜达多太子 19岁结婚 29岁出家 十年受遇乐 29岁才出家 出家嘛 就是在 王省省摩基托国 一个地方 在苦恒林里面修苦恒 修苦恒的时候 同时也有很多的外道 在那个地区里修苦恒 这些修苦恒的人呢 大家来来去去 总是有见面的时候 见面就是打招呼 就会打招呼 可是喜达多太子 在那修苦恒 和意儿和意儿不打招呼 你见他打招呼 他也不出声 所以大家就称他为能计 这也是一个因 就是这两个因缘 明知为能计 难道我们中国佛教的 我们汉文佛教的古德 你不这样说 就给他一个更好的名字 就是他能够证悟诸法如 黎明言相 明知为能计 当然这是更深的 更深奥的解释 也是好 又翻过 能言计灭 能言计道德的言 比方是释迦牟尼佛有大慈悲心 大忌能言计末 计末就是般若般若密 大悲与般若 这两种功德原版 明知为佛 这么解释 那再次更好 当得作佛 好释迦牟尼 以事物有法 得多罗三秒三菩提 事物言能 佛与我受计 做誓言 如于来世 当得作佛 好释迦牟尼 这是从正面解释 前面从反面解释 因为菩萨他修止观的时候 观泄法都是自行空 言无法是自行空 清净的功德也是自行空 他心里面不受一切法 这样子 他这个清净的智慧 逐渐地究竟圆满 就可以得无上菩提的 事故言能佛与我受计 于这个如同菩提受计 做誓言 如于来世 当得作佛 好释迦牟尼 就是过一大生期节以后 你就成佛了 念这位释迦牟尼 何以故如来者 记诸法如意 结束前面这一段 为什么一定要无所得呢 言无法也无所得 清净的功德也无所得 为什么要无所得呢 是如来者 诸法如意 因为你成佛 成佛什么叫做佛呢 这个如来就是佛的意思 佛为什么成为如来你 佛为什么称为如来你 是诸法 记诸法如意 就是假污了一切法的本性 毕竟空计 才明知为如来的 如果你因为是有 那就不能得佛道了 这个如来的外道的解释 就是如如不动 就是有真实的鹅 一切法都是有变动的 但是我是不变动的 这个鹅的体性是常住不变的 能够往来六道 也可以得泄脱成为圣印 也可以成佛 可以度化众生 鹅是如如不变的 这样叫做如来 现在佛说 鹅不可得 法也不可得 一切法都是毕竟空计的 你假如如是意 明为如来 这和外道的鹅论不同 和那个解释不一样 要有银言如来 得阿多罗三脉三菩提 虚菩提 十五有法 佛得阿多罗三脉三菩提 前面是要在音上说 就是初得无声法音 这个时候来说 这下边要成佛的时候 得无欲 圆满无上菩提的时候来说 是要有银言 假设有人说 如来得阿多罗三脉三菩提 释迦牟尼佛 究竟圆满的时候 证悟诸法如 诸法如是他所得的 他有清净的智慧了 要这样说 这句话有问题 虚菩提 十五有法 佛得阿多罗三脉三菩提 那句话有问题 应该调整一下 十五有法 实在也 恶也不可得 一切法也不可得 这样子 才是正确的 十五有法 佛得阿多罗三脉三菩提 能得的智慧也不可得 所得的阿多罗三脉三菩提 也是不可得的 也是 观阿多罗三脉三菩提 就是佛的智慧 观他这个智慧 是因缘有的 也是毕竟空气的 毕竟空中 阿多罗三脉三菩提 不可得 应该这样观 才是对的 虚不提 如来说得阿多罗三脉三菩提 于世之中 无时无虚 前边是说 都是由由而无 令你心里面 无所得 破由所得的执着 但是这下边说 你也不可以执着 都是空无所得 你也不可以执着空无所有的 不可以执着 所以这下边说 如来所得阿多罗三脉三菩提 于世之中无时无虚 这个无时 就是你观察 你观察佛得的阿多罗三脉三菩提 他也是执行空气的 所以没有阿多罗三脉三菩提 可得 无所得 无虚 所以那样是 佛没有得 无上菩提吗 佛还是凡夫吗 不是 无所得 即是得 这就是无虚 那么佛三大阿尘基 百姓苦了 没得无上菩提 不是 不是那样 佛还是得无上菩提的 这个家乡大师 三任中有家乡大师 演他的金刚经艺术上 演这个圣兆大师的话 圣兆大师有句话 宣道在乎决意 这个不可思议境界 在理解明言相那个地方 不得已得 宣道在乎决意 不得已得 就是不可思议境界 是不可得 你能无所得 你到无所得的境界 就得了 就得到了 这样说你是不虚 你还是得阿多罗三脉三菩提 就是我们从凡夫开始来说这件事情 我们遇见一切事情都是有所得 都是有执着 什么事情都执着 我们要把这个有所得的执着 要取消它 就变成无所得 无所得 然后你就得到那个不可思议境界了 这个意思啊 你看这个 那个时候啊 菩提刘子还没来 菩提刘子 真帝三藏 这些维持的学者还没来 这是这个罗斯法师 唐吾燦还没来 还稍晚一点 而这时候圣赵大师会说出这句话来 会说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你说维持中说到这个 遍迹所知性 以他己性 缘成私性 就符合这个道理 他维持中是说 非礼比能权 置于所全转 那个字 说出这句话 非礼比能权 置于所全转 我们一定要有能权 显示来所全 有能有所 我们的智慧在这里活动 要是离开了能权的名言 去权显所全的事情 我们的智慧就不能动了 智慧是不能动了 就是没有名言相的时候 心里面不能动 心里面就不能活动了 那么我们用功修行的时候 要假借名言去思维 诸法师相的道理 可是这是观 还有一个舍摩托的指 舍摩托的指是无分别 批布舍摩托的观是有分别 就是用这两个方法来挑心 等到你这样继续 继续这样子而又观 观而又止 有一天呢 把这有所得的指找破禁了 无所得的智慧一出来 能所得不可得 就是入于无分别境界了 这个时候呢 原成实性就显现出来了 就是不得已得止 是这样意思 这个圣赵大师没有看见 维持的经论 他能角悟到这里 这是不可思议之大智慧 所以于世之中无时无虚 也就是这样意思 事故如来 说一切法 皆是佛法 所以这是接触这一段位 所以说佛就说 世间上一切法 世间上一切法 就是有乐法 无乐法 有威法 无威法 有乐法里面 也有善 也有恶法 有善法 有恶法 有禅定 这一切法 皆是佛法 虚不得 所言一切法者 既非一切法 事故名 这底下解释 把前面那两句解释一下 所言一切法者 即是一切因缘生法 因缘生法 是有为法 因有为而说无为 所以也包括了有为法 既非一切法 一切法皆是无自性的 有为法不可得 有为法不可得 无为法也不可得 所以是既非一切法 事故名 这就是一切法性的如意 一切法的既滅相 所以叫做一切法 既是佛法 那么这个法还应该再解释一下 就是一切法的如意 就是佛法 如果说你在有为法上说 一切法都是佛法 这里有问题 因为一切法里面有世间的善法 世间的恶法 这也是佛法 可就有问题 那么我们怎么能学习圣道呢 我们能学习圣道吗 所以这样不能这么解释 就是一切善法 一切恶法 一切有为法 一切无为法的如意 这是佛的清净智慧 所证悟的境界 世民为一佛法 应该这么解释 就讲到这里 这有个问题 这有个问题 精行师 如果有人在拜佛 可以从他前面走过吗 是的 从他前面走过是不合适的 但是我们在打参七 这个功课表规定 这个时候拜佛 这个时候是不拜佛的 你在不拜佛的时候 也拜佛 当然也是好 那么别人从这里经过 是合乎功课表的 他拜佛是不 他在非死 而拜佛 不符合功课表 但是拜佛也是对 也不能说他不对 所以这样子说 你从他经过 你的过失不大 你的过失不是很大 但是你稍微地 尽量地稍微地从他的距离 从他有点距离好一点 不要距离太近 他如果在前面拜佛 你从他后面过 不要在他前面过 如果他在后面过 你从这里经过 离他远 也稍好一点 所以大家在一起 运功修行这件事 就是互相原谅一点 我现在说一句话 我们现在打禅棋 是怎么回事 就是出发心 的修行是这样子 就是你还没有成就 如果你得到味道地定 得到初禅 这个因此不来 禅家禅棋 因为他一做 可以做八个钟头 他一做可以做十个钟头 你一会儿就开禅了 怎么可以呢 都是出发心 出发心在一起 所以用功修行 就互相原谅吧 就是这样子 好了 这个意思 打坐时常出现喘向 是否用功方法有误 对 你要喘呢 当然你本身有病而喘 那就不是坐禅的关系 要因坐禅而喘 那你的方法有问题 应该改正过来 那么如果你不知道 怎么改正 你应该提出来 提出来这件事讨论 这个在原载上说 应该是先学习 修修圣道的方法 然后再开始修行 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 也可能学习多少 但是对于圣道的方法 很多还是不知道 那么我们就开始静坐了 那么就在静坐的时候 也学习 所以就是出一些 不那么理想的一些事情 当然这就是因为 末法时代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是在正法时代 拜阿罗汉拜佛为师 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要不实际上 你要不实际去想这件事 都不敢叫什么 我出出家的时候 读《金刚经》的时候 或者听法师讲解 这个戒律的时候 佛在世的时候 必求是起死 脱过起死的 我心里面呢 也不敢叫什么 就是记住这句话就是了 但是年岁渐渐渐大 出家久了 多多的一些学习佛法的时候 才敢叫 其实这件事不容易 其实这件事是不容易的 说是听佛说一段佛法 当时就能得圣道 这些也不可思议 我们今天学习很多的佛法 还是不行 这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不学习法 也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出发心 在这里用功 就是互相迁就一点 你在那拜佛 别人从这里走过 又得打搅你了 请你原谅一点 只好这样子 谢谢大家